为格林洗白,证据证实格林确实被冤枉,2018年总决赛G1第二节的某时刻,特里斯坦汤普森用一个UFC的反转动作,算是一个相当无意的动作,如果不知道UFC的朋友,警察抓小偷的反转动作总知道吧,就这么一个动作,不用汤普森特别使劲,轻轻地拽实了,那么格林肯定得拖久, 在随后手臂戳到詹姆斯眼睛的时间段内,格林的胳膊肯定不能恢复知觉,说是麻筋,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,这个要医学专业的来讲讲,不过好像有一定道理,格林被扭到时,很明显甩一下手,应该很不舒服,重点就是格林的左臂在戳到詹姆斯眼睛的前2S,被特里斯坦汤普森的UFC反转动作弄了麻筋了,在防守时, 抬左臂的时候肯定会相当的痛,在防守詹姆斯的同时,双手不可能同步上扬,左臂有麻筋的作用,自然使不上劲,导致戳倒詹姆斯的眼睛,说白了这就是彻底地被告变原告,詹姆斯眼睛的受伤, 根本那就是因为汤普森对格林的恶意犯规造成的,怨不得别人,相关方面掩盖真相,电视漫景头反复播放戳眼睛前的动作,切掉反复播放格林起跳后的慢进,有些不良媒体故意带节奏,想把格林置于死地,这样刚好为JR史密斯故意倒地,致使特莱汤普森左小腿向左扭曲90度辩解。 感谢观看